老婆你替这个桶去干嘛呀 洗车 是什么车呀 电闭车 这车有啥好洗的 就允许洗你的大豪车 不允许洗我的小毛驴 你也就三日先 我跟你说 刚买来了吗 还叉叉弄弄 不行啊 就允许洗你的车 你买来不也是天天叉叉洗洗啊 做的好像你姑一样的 我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 什么机会啊 我给你10块钱 你帮我洗 我才来的死呢 我跟你说你这个车停在外面 雨一下就马上干净了 好了好了 不想跟你说了 你走吧 我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家电瓶车 原先不是这一辆的 原先那辆只是那个时候电池 不好了 拿去换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要说置换 他说看中了这个 那辆车就不要了 而且他说这个颜色好看 我都不知道好看在哪里 明明知道我讨厌这个颜色 他还要买这个 我看他就是故意吃我的 他这个人 他就是三日先 大家看着 你现在看他在叉叉弄弄 等过了一个月之后 你看他还会不会弄这个 到时候等脏了 我肯定使命的推着他来吃 你爹爹咕咕咕咕什么 他夸你 夸你 秦桧 对吧 我不喜欢你夸 你擦好了没有 没有 你至于吗 还用这个刷子刷 你这是要拿出去展示吗 不是 擦不掉 不要动管吸管的 你好烦啊你 我跟你说 你停在外面 一下雨一下子就脏了 脏了我也乐意 好好好 你擦吧 车子终于擦干净了 大家看看怎么样 我这辆车 是不是擦的特别干净 我在这边擦 我老公在旁边 一直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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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一直在说 我这个车颜色怎么了 很难看吗 你们说呢 这颜色不挺好看的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种颜色 是吧 其实我老公这个人啊 挺古本 一点都不懂得潮流 洗好了 洗好了 这水的挺干净的嘛 那当然了 自己的车能不洗干净啊 我给你一个赚钱的职位要不要 什么机会 去把我带辆车擦了 多少钱 10块 我才不洗的 10块钱 那就行情价好吧 给你20块 你这瞧不起谁呢 打发谁啊 打发叫花子 什么叫潮不是谁啊 我拿外面出十也就20来块啊 你叫我洗是那个什么 皇家精致洗 知道吗 好好好 看在你皇家精致洗 那我给你30块送好了吧 不要 30块也太爽了 哎呦 现在赚钱了嘛 30块多乔不爽 爱是不行 反正我现在有我的小毛驴了 我以后就洗我的小毛驴 我才不要做你的大包吧 我已经不需要 都不要做 等一下吴一回家的话 你吃你小毛驴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一天 哈哈哈哈